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寒流而来时最重要是要保暖 那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 那预防的措施当然是尽量避免 因寒流引起身体的不适 如果家中有长者或者三高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老人 我想尽量要小心不要出外 万一一定要出外的时候 一定要再次强调保暖 那保暖我个人建议是有一个长长的围巾 可以保护它的颈部 然后我们也可以当口罩 头部也可以围着戴个帽子 双手戴手套保暖 这个保暖措施 可以增加到50到70的百分比 可以保护的预寒的功能 各位报告非常经济的 也不能用这个方法非常危险 一醒过来棉被一掀开 然后马上坐起来 坐好因为怕迟到赶时 又赶快站起来 马上头晕就會再倒下去很小心 不能用这个方法非常危险 会产生知识性的滴血 尤其在寒流这种冷的空气 最容易发生 当我们凌晨醒过来的时候 要起床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非常的缓慢 然后虽然能可以的话就测身 我们要坐一下 等一段时间 然后如果有旁边 一定要准备一个比较厚的衣服 然后赶快这样穿上 保暖 因为冷的空气 有时候我们的血管一几乎收缩 会引起心脏病中风高血压 都要小心 这个保暖就好 然后再慢慢下床 再慢慢站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从过年期间气温开始下降 2月1号到今天的22号早上9点 彰化基础健康院的急诊部 来诊有10211位 有关欧卡 我们有21位的病人 14位是男性 45岁到96岁 女性有7位 那从差不多55岁到86岁 都有这种的一个记录 那其中呢 因为胸痛引起的不适来到急诊 经确定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 有10位 那主动放工玻璃的 我们所了解的是有11位 那经过想救急救或开导 都存活下来的 那有中风呢 有108位 都是属于比较梗塞性 大于初血性的 那有8例呢 是减伤一级的 急性的 严重的胃肠出血 也是因为气温低 那血液循環不好 引起了这种流血 因为肺炎 引起了败血症 有49位 我想病人的情况都相当危险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 我想尽量年纪大一点的长者 或者有慢性病人 慢性病的患者 我想尽量留在家中 感觉上呢 有心跳太快 有心悸 然后胸痛 胸闷 呼吸不顺 甚至呼吸困难 甚至意识改变 那尽量要打电话给19 尽数送医整治